新年到了 大家要开心一点 新年呢 其实 就是给大家一个机会 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所以新年呢 一般都是除旧迎新 就是旧的过去了 那么你过去的伤悲 过去的开心 发喜已经都过去了 所以希望呢 能够拥有一个更好的未来 所以新年总是 给人家带来很多的欢乐 和希望 所以大家要把新年 当成一个礼物来接受 所以Happy New Year 其实每一个人的命运 都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你努力了 你一定会成功 很多人不成功的 就是因为没有自己努力 你今天种下了善 你一定会得到善 你今天种下了恶 你一定会得到恶果 所以不要怪别人 记住了 不怪别人的人 他已经是拥有一种 菩萨的智慧了 在这个世界当中 要学会放下和看破 因为学博 因为学博是别人看不到 而自己内心有关照 因为我们学博的人 表面上来讲 我们好像不能理解人家 或者人家不能理解你 但是你心中的佛性 一直在关照着你 所以哪些可以做 哪些不能做 所以大家好好的回忆一下 在2019年 即将过去的时候 我们曾经在这一年当中 浪费了多少时间 我们做了很多 不该做的事情 也做了很多 帮助别人的事情 那么在2020年 希望把不该做的事情 忘记 不要再去做 那么拥有更好的未来 去做更好的 为大众服务的事情 所以当你们在2020年 新年的时候 越是好的时候 越要低头 做人要学会低调 要学会谦卑 要学会把苦留给自己 把快乐留给别人 我们人跟人之间 实际上并不要一定要有一种 非常强烈的拥有的 好像怎么样 一定要你跟我怎么样 我要跟你怎么样 你给我多少 我要给你多少 其实一个人跟人之间 需要的是一种平淡 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讲 平淡见真情 好的时候要懂得 人跟人要学会 新跟新的去珍惜 不要等到一旦离开了 那你就心就失去了很多 所以我们很多人 一辈子就在失去当中活着 所以台长 希望你们要学会理解别人 因为理解别人 你才能更好的 和自己的良心沟通 才能更好的解决 自己所有的烦恼 所以要常常的记住 别人对你的好 因为别人对你的好 会让你很快乐 你会觉得 我承认别人的优点 别人对你好的时候 你可以承认 承认别人对你的优点 你会觉得 让自己觉得很温暖 因为当你知道 别人对你很好的时候 你的心会觉得非常的温暖 如果你一个人总是盯住 别人的缺点的话 你会让自己心中充满的烦恼 因为看到别人的缺点 你就会难过 伤心 觉得他为什么要这样 所以要学会 少看别人的缺点 心中才会越来越光明 另外台长希望大家 在新的一年当中 千万不要在发脾气 或者不开心的时候 决定什么事情 因为任何的决定 都会造成你的失误 所以人发脾气的时候 一定要学会忍耐 有的时候一句好话 可以温暖人的一生 一句刻薄的话 就会让你记恨人家一辈子 所以有的时候 家庭的悲剧 和跟孩子们的悲剧 和在社会上 跟朋友的悲剧 就是因为你没有忍耐 你没有讲很多温暖别人的话 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当中 多说好话 多做一些感动别人的事情 多说一些感动别人的话 所以有的时候 人跟人的交往当中 这个思维比感情更重要 因为你有一个正确的思维 有的时候感情 它是有多样化的 有的时候这种感情 是建立在物质上的 并不是建立在一种 人心和心当中的 所以你要学会 为别人的幸福而活着的人 一定会是一个热爱生命的人 如果一个有慈悲心 能够帮助别人的人 救度众生的人 那你是一个开悟的人 一定是一个活得非常幸福的人 有的时候心就像一面镜子 照见人间的恶和看到的都是恶 因为你的心像一面镜子 当你看到恶的时候 你会嗔恨 你的心中就存有的恶气 如果你的心装有的善良 你就会照见五蕴皆空 心中就会拥有一切善良的东西 如果你的心能够修到 不照见任何事物 你一定能照见五蕴皆空 所以希望你们在新的意念当中 不要做愚痴的人 记住了 愚痴的人有一个特点 就是开始就是听不进别人的劝了 一个人如果不能听进别人的劝 那么失败的开始 就是因为你什么事情都自认为是对的 烦恼的开始 就是认为凡是自己都应该拥有一份 记住了 什么事情要懂得舍 能够舍的人 他才能够得到啊 最后台长告诉大家 千金难买早知道 万金难买后悔要 所以希望大家在2020年 不要做让自己后悔的事情 学佛人要学会接受现实 从别人身上 要看到自己的缺点和不足 知音懂果 懂得学菩萨未因 不学众生未果呀 希望大家继续学佛 要爱国爱民 遵纪守法 学佛呢 要学会热爱自己的国家 勤修六度的波罗蜜 为国家 为社会 做出贡献 最后 告诉大家 一个人身体的干净 可以洗澡 但是内脏 内脏的干净 需要多喝水 来冲洗 如果灵魂 想要干净 就希望大家 多念经 多拜佛 学佛就是在清扫 自己内心的灰尘 让我们用佛法的智慧 让自己明心见性 心佛合一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